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请你帮我个忙 帮我们 找到我们的团长 告诉他 任务我们完成了 还有就是 帮我们全班战士 看一看 延安长啥样 延安 你自己看 你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还没把人送进村子呢 走 我跟你一起去 不 不 高复欣同志 这样 我给你看一些东西 然后你再决定 好不好 这些东西是我的战友 还有我们的战士 在牺牲前交给我的 现在 我把它交给你 还有这 这张照片 我也 交给你 找到 这个人 这 这个人 到了延安之后 交给他 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你自己叫 高 高复欣同志 在 在这里 在这里 我是你的班长 我现在给你写下命令 我现在给你写下命令 把这些 带到延安去 这个人 在哪儿 我怎么找他 他 他 他叫什么 你到了延安 你就知道怎么找到他了 记 记住 这 这是你的任务 必 必须要完整 国贡家 你可以 那个лей 中国inqu Advent 日本宵 若牧 若牧 娘 我们把第一个奸回来了 你看看哪 娘 小马还穿着军装呢 你别生他的气 别生他的气 娘 我们就为了宋小马 死了好多人 我们对不起人家 娘 善儿 我没照顾好小马 我对不起你 娘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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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班长一定会给你们 班 最风光 最热闹 最红军式的荡野 班长一定会 会把 最顺了 最顺了的话 几天前 一支小小的红军队伍 来到一个小村子 他们带走了一个娘的儿子 可是这个儿子 却再也没有活着回来 其实这种事情 我已经见到很多很多 可是每一次 我们红军都没有退缩 因为我们坚信 一定能杀出一片新的天地 也只有这样 才不会让那些娘的儿子们 白白地牺牲 我总是在想 我能为这些 失去整个世界的妈妈们 做些什么呢 我能做些什么 才能让这些泪水中的妈妈们 不再痛苦 不再悲伤 在我参加红军这两年之中 我为四十户人家分过天 打死过十七个白狗子 救过六名战友的姓名 和模范邓秋生一起 浴血奋战 曾经和军团长一起 吃过两次饭 还曾经远远地见过一次 中央首长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 都不如我这一次做的 更让我光弱 让我心安 这一次 我们是为一位妈妈 送还她已经牺牲了的儿子 但是我绝不后悔这么做 我相信 我的那一班牺牲的战友们 也不会后悔的 因为我们是红军 我们是同生共死的战友 为了战友们这么做 我们不怕粉身碎骨 我也相信 战友们会同样为我们这样做 万死不辞 假如能再来一次 我还会这样做的 一无反顾地回到郭家村 假如能再来一次 我一定走得更快一点 我一定走得更快一点 你们这帮小兔崽子 听到了吗 班长刚才说得顺不顺利啊 肯定很顺利 其实 我也没想到 自己能说得这么多 说得这么顺利 这 同志们 咱们已经完成了最好的任务了 咱们已经完成了最好的任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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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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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